今天過來廣州天河區的東浦這邊 這間店叫做桃園一號 昨日的視頻教我們做煎堆那個點心大佬有股份的店 這間店剛剛新開沒多久 沒茶市 以經營海鮮飯市為主 在疫情的影響下 門口都增加了外賣生意 菜品的味道、種類和價錢都十分 每天中午的外賣生意都不錯 現在看到的海鮮池 就是廣州比較流行的海鮮池 海鮮池這樣做 佔地面積不大 又可以同時展示很多不同的海鮮產品種類 近年來在天河區 新開了很多類似的海鮮餐館 不過競爭也不小 你們看看海鮮價錢如何 如果吃海鮮來說 這間不算貴 天河有很多其他店都貴過這間 裏面沒有餐牌 想吃什麼就自己選海鮮 以及對著牆上這些菜品來點 朋友說這些磨皮牛是野生的 都比較難有貨 蒸兩條來試一下 再做一根九折蝦 這間店的牆不大 餐位不多 還有十多間包房 昨天介紹了南瓜煎堆 師傅做的葡撻都非常好吃 這裏的葡撻全部都是積點積項 葡撻的盞是買回來的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它蛋水的調製 一個好的葡撻 就算它凍下來 表面都不會撒 如果一凍了它就撒得很緊要那些 就證明它用的奶的含脂量不夠 這裏的葡撻熱的時候和冷的時候高度幾乎一樣 非常好吃 陳皮盞燉肉汁 陳皮蒸了20分鐘左右 處理了去除了苦澀味 再和瘦肉一起燉 沒有放其他任何配料 清香鮮甜 好飲 這生磨皮牛 大佬的推薦煮法 油鹽蒸 有很多人吃 沒有放其他任何配料 鑽蓉粉絲蒸九折蝦 這種做法只要蝦新鮮 都會非常好吃 油鹽蒸的磨皮牛 時間剛剛好 非常滑 通常大佬只會做點心 也只會做廚房 但是我們的君師傅 就是為數不多的點心和廚房都點的人 下次有機會再去其他他看的場吃點心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港式點心文化 記得關注我 好了 好嗎 好嗎 好嗎